哈喽大家好,又是我们小家 今天我们要聊的 可是鬼灭之刃中的传奇人物 悲鸣与行鸣 被誉为最强柱的他 背后有着许多令人震撼的故事 从他初登场那震撼人性的场面 到他在战斗中 展现出无与伦比的力量与智慧 每一刻都让人热血沸腾 接下来 我们就一起来揭秘这位强者的精彩故事吧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 鬼灭之刃中 被誉为最强柱的悲鸣与行鸣 还记得那次祝合会议吗 场面可是星光异异 各处云集 被谜与行鸣出登场 当我看到行鸣那庞大的身躯 就感受到这家伙 简直就像一座移动的山峰 那结实的肌肉 真的是一块块钢铁般的存在 尤其是他的手臂 肌肉膨胀得像要爆裂开来 每一块肌肉都在向我们宣告 老子念的可不是白来的 那一刻 我的脑子只有一个想法 这个大块头绝不简单 在这个场景中 我们的柱 悲鸣与行鸣 展现了他内心的矛盾与复杂情感 你们知道吗 在这场审判中 行鸣不只为炭治郎的遭遇感叹流泪 最终还是决定跟随柱的决定 触觉炭治郎 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看 这其中的细节吧 首先背景来一波 炭治郎因为携带鬼魅迷豆子 被鬼杀堆的柱们带到了众柱审判的场合 刚开始还不知道柱到底是什么来的 后来从他们的谈话中 才知道这些柱客都是大人物 个个都是高手中的高手 见关了各种鬼和诡异事件 审判场面那叫一个紧张啊 空气都快凝固了 我们的大块头悲鸣与行鸣 在这场审判中 显得特别纠结 他一方面为炭治郎的遭遇感到同情 你们可以想象 一个壮汉站在那里为一个少年流泪 那画面简直是铁汉柔情的最佳诠释 新鸣的眼泪流淌着 显露出他内心深处善良和柔软 但是别忘了 新鸣的过去可不简单 因为自己的经历 他对炭治郎的说辞 保持着高度的怀疑态度 毕竟他可是亲眼目睹过 不对 亲身体验过 太多的狡诈和残忍 你说一个大块头 眼泪汪汪的说着 我不信我不信啊 是不是有点既感动又搞笑呢 年轻时的悲悯与行民 可不是现在的猛男 他曾是一名寺庙的生侣 收留了一些孤苦无依的小孩 并将他们视为自己的家人 想象一下 一个个强壮的生女 带着一群可爱的孩子 过着平静的生活 简直是人间美景 然而美好总是短暂的 有一天行民定下的规矩被打破了 其中一名叫快乐的小孩 夜鬼不但违背了行民的规矩 为了保命 还熄灭了庙里的童话箱 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这可是防鬼的关键啊 结果呢 鬼就这么被引进了四秒钟 行民希望孩子们不要惊慌 躲起来 然而这些孩子们 为了保护眼盲的行民 竟然勇敢的出去寻找武器 你说这群孩子多有勇气啊 可是勇气有时候 是要付出代价的 孩子们一个个被鬼杀害 场面惨不忍睹 在这绝望的时刻 行民为了救一个四岁的女孩沙黛 于鬼展开了殊死搏斗 他以人类之躯 硬生生把鬼的头颅捶烂 你们可以想象吗 这简直就是史诗般的战斗 最终鬼在天亮之后 化作灰尘消失 然而行民几乎舍弃性命 换来的不是感谢 而是沙黛在惊吓过度下 当着赶来的大人门面 指控他是杀死孩子们的凶手 你说 这能不让人心寒吗 行民背上了莫须有的冤罪 险些被处刑 这一幕真的让人心碎 行民对人心彻底失望 对小孩子的信任也崩塌了 谁能想到 一个曾经如此慈爱坚强的生女 会经历这样的痛苦 就在他最绝望的时刻 命运之神伸出了元首 18岁时 行民得到了鬼杀队当主 惨悟富要哉的救助 并加入了鬼杀队 从那一刻起 他开始了新的生活 成为了鬼杀队中不可或缺的一员 深得当主的信任 悲悯与新民的故事 不仅是他的悲剧 更是他如何从绝望中崛起 成为最强柱的历程 他用自己的经历告诉我们 即使在最黑暗的时刻 也不要放弃希望 因为真正的勇士 是在绝境中依然坚强不去的人 你可能以为悲悯与新民的强大 只是因为那副肌肉男的外表 和惊人的体力 但我告诉你一个秘密 他的智慧与冷静 同样让他成为了最强柱 想象一下 一个肌肉发达的巨汉 能挥舞众如泰山的阔府流星锤 还能在战斗中冷静得像冰块 是不是很难得 这就是我们的悲悯与新民 他在战斗中 总是能冷静分析战况 找到最有效的攻击方式 这让我不禁想起新民出于黑石谋 画面敢来啦 大家脑补一下 悲悯与新民站在战场上 面对的是气势汹汹的黑石谋 普通人早就吓得腿乱 瞎住吴一郎 都被震慑得难以出手 但我们的新民大人呢 他没有慌张 也没有激动 反而是冷静地观察对手的每一个动作 仿佛在把黑石谋全身上下研究透彻 你以为他会直接冲上去大干一场 他选择先看看敌人的破绽在哪 悲悯与新民的脑子高速运转 分析敌人的每一个细节动作 仿佛在玩一场高智商的游戏 然后他用那强大的力量和精准的攻击 一步步地将黑石谋逼入绝境 每一次的攻击都那么有力 每一次出手都那么充满决心 这不仅仅是力量的体现 更是智慧和冷静的结晶 看着黑石谋逐渐被逼到绝境 你就知道新民不止体格旌旗那么简单 还要有一个运筹帷幄的心智 所以能参透很多事物的本质 一切表象如浮云 用所有感官感受这个世界 黑石谋也惊讶 这也太不讲道理了吧 我什么都没说 怎么成为了黑老师的呢 这就是被命与新民的智慧和冷静 他不仅仅是个肌肉发达的战士 更是个战场上的谋士 他的每次出手都充满了力量与智慧的结晶 无论是面对强敌 还是平时的训练 他都能保持冷静 造出最有效的策略 带领队员们走向胜利 你们知道吗 在所有的呼吸法中 炎制呼吸可是特别的存在 为什么特别 因为用的人少 修炼难度高 而且自己没有衍生出新的呼吸法 炎制呼吸是热刺呼吸 所衍生出的五大基础呼吸之一 它的使用者的热轮刀 颜色为灰色 听起来就很酷对不对 但你别以为光酷就完了 这个呼吸法可是硬汉的专属 本质上 只要那些一直如磐石般坚强的人 才能修炼炎制呼吸 设定上 它是所有呼吸中最难修炼的一种 也是唯一没有分支呼吸的流派 呼吸法的作用基本上都差不多 都是用来增强战斗力的 不过 各种呼吸法在打法风格上 有些不同 炎制呼吸的特色 就是以挥舞重型武器作为战斗方式 每一击的力度都无比沉重 足以轻易摧毁地面 公司书上明确提到 炎制呼吸的奥秘 在于提高肌肉力量 正确的呼吸 以及利用反复动作来提高爆发力 炎制呼吸每一击的力量都无比沉重 足以轻易摧毁地面 动作虽然重复 但每一次打击 都能造成巨大的破坏力 没有花里胡哨的招数 直接靠强大的力量击溃敌人 这样一来 炎制呼吸的技能种类 相对来说也就最少 因为人家根本不需要什么复杂的招数 戒行也只有区区五个形态 说到这里 我不禁想到 按理说炎珠应该很适合修炼炎制呼吸 毕竟炎珠可是怪力女 但怎么说呢 炎珠是从炎珠 后续很快就开发出了属于自己的炎制呼吸 这说明炎制呼吸 才是最适合炎珠的 毕竟她的身体柔人性强 是一大特色 把悲蜜毒的肌肉和怪力 在朱里也不算有太大的优势 所以炎珠更加偏向于 柔韧性加高攻速度的打法为主啦 你们想象一下 炎珠挥舞重型武器 画面感可能有点搞笑 毕竟她更适合用灵活的招数 而不是像炎制呼吸那样 靠蛮力压倒敌人 不过悲蜜与行名就不一样啦 她那强壮的体格和坚韧的意志 简直就是为炎制呼吸两身打造的 说到悲蜜与行名 她的每一次恢复都像地震一样震撼 看她战斗就像看一场自然灾害的现场直播 那叫一个壮观 她利用炎制呼吸的力量 每一次攻击都像泰山崖顶 让敌人根本无法吊架 想想看 一个大块头挥舞着重型武器 动作虽然简单 但每一次出手都能造成毁灭性的打击 这简直就是敌人的噩梦 所以说炎制呼吸虽然修炼难度高 但一旦掌握绝对是战斗中的绝对优势 没有复杂的招数 靠的就是力量的极致发挥 每一次重复的动作都能产生巨大的爆发力 这种纯粹的力量之美 让人不禁为之赞叹 我们这位猛男的武器 不是一把普通的刀 而是有一条长锁链连接的阔斧 与流星锤 想象一下 拿着这玩意儿上战场 那画面绝对是惊天地气鬼神 更厉害的是 这武器里含有极高纯度的 猩猩匪沙铁 别看这流星锤看起来笨重 但在悲鸣鱼的手中 就像玩具一样灵活 秀秀秀 要他打哪就打哪 黑史蒙看到悲鸣鱼挥动他的阔斧和流星锤 简直就像猛虎下山 他的每一次挥舞都宇含着无穷的力量 连黑史蒙都不敢轻易靠近 黑史蒙都惹不住感叹到 即使在战国时代 这样的武器也是稀释珍宝 更何况悲鸣与行鸣用的这么溜 大家想想 能让黑史蒙这种老妖怪都赞叹的武器 得有多厉害啊 悲鸣与行鸣的武器不仅是力量的延伸 更是他的智慧的体现 在战斗中 他用阔斧和流星锤 进行各种高难度操作 他可以用流星锤锁住敌人 然后用阔斧一击必杀 每一次恢复 每一次垂击 都仿佛向世人宣告 老子天下无敌啦 不过说到这里 我不得不提一下他的热肠训练 悲鸣与行鸣 为了能够熟练使用这件武器 更是下了不少苦功夫 每天早上 他都要在山间练习推石头 没有一点力气的话 根本就挥不动这么重的兵器好吗 那些看似简单的动作 其实每次都需要极高的技巧和力量 他用汗水和坚持 锤炼出这把无与伦比的力气 悲鸣与行鸣的武器 在他手中展现出了无与伦比的威力 他凭借这些武器 在战斗中如虎添翼 势不可挡 他不仅展现了超法的力量 更展示了无与伦比的战斗技巧 和鉴定不移的意志 悲鸣与行鸣的武器 成为了他最强的战斗伙伴 行鸣的斑门位于他的双臂上 成灰黑色的岩石纹理 你们可以想象一下 这斑门看起来 就像是从他体内 喷涌而出的力量泉源 每一条纹理都仿佛在诉说着 看那无与伦比的力量与决心 在与上弦之一黑石魔的石斗中 行鸣展示出了他的真实实力 为了击败这个强敌 他不惜解放了 原本打算用于对付无产的斑门 你们可以想象 这是一种怎么样的决心和勇气 斑门一旦开启 行鸣的身体素质将会大幅度提升 这可是他战斗中的终极王牌 据记载 凡出现斑门者将会如同共鸣斑 让周围的人也得到斑门 这种力量不仅仅是个体的提升 更是一种团队的强化 所以啊 即使不使穿斑门 某程度要感谢我们的行鸣大哥啊 开启斑门时 需要体温达到39度 并且心跳频率在每分钟200次以上 这对身体造成的负担可想而知 简直就是在燃烧生命的极限 黑石某曾说 开启斑门者活不过25岁 这话说得可不轻松 我们的行鸣已经27岁了 黑石某甚至预言 行鸣在开启斑门后 可能活不过尽管 你说这种压力下 行鸣依然毫无犹豫地开启斑门 这种决心和勇气 真的让人佩服得五体投地 行鸣的斑门开启后 他的力量达到了巅峰 每一次都带着毁灭性的力量 每一次出手都如猛虎下山 所向披靡 你们可以想象 这种气势简直像是 天梯都在为之震动 然而开启斑门 不仅仅是力量的象征 更是行鸣与命运之间的一场较量 他用自己的生命作为赌注 换来了战斗中的胜利 这种无私奉献的精神 真的让人感动得眼泪都要掉下来了 通透世界 这个技能简直就是战斗中的外挂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新鸣是如何在战斗中 进入这个至高的领域吧 说到这里 你可能会问 通透世界有什么用 呵呵 让我告诉你 这可是战斗中的神迹 新鸣利用通透世界 行动速度和攻击预测能力 得到了极大的提升 敌人还没出招 他已经看穿了一切 你知道吗 他甚至能通过观察敌人的肺火量 来判断对方的动向 是的 你没听错 你呼吸都逃不过他的眼睛 首先通透世界 是一个神奇的状态 新鸣的脑中变得透明 就像拨开了云雾 能够看见敌人的每一个细微动作 这种状态 可不是随随便便就能达到的 只有在竭尽全力拼搏 经受住痛楚之后 才有可能进入这个至高领域 在通透世界的状态下 新鸣能够集中 并关闭多余的感官 仿佛生物的身体 变得透明一般 他的行动速度 对攻击的预测 和回避能力 都会显著提升 你们可以想象一下 他甚至能清晰地看到 对手肺部的血管流动 支撑肌肉的收缩 也能更快地把握 这种感知能力的提升 让他的战斗技巧 达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 更神奇的是 新鸣甚至可以根据需求 自由地管闭斗气 这意味着 他能够更加灵活地 控制自己的力量和能量 把每一分每一毫的力量 都用在最需要的地方 感知加速让敌人的动作 看起来变慢 新鸣的反应时间大幅缩短 就像电影里的慢动作一样 他可以从容不迫地躲避和反击 你们还记得吗 新鸣在与黑死魔的战斗中 虽然双目失明 但他依然能够通过通透世界 在脑海中显示出战斗的画面 这简直就是开挂啊 想象一下 一个失明的战士 能够在脑海中清晰地看到战斗场景 并做出精准的判断和反击 这是一种多么震撼的能力 在与黑死魔的战斗中 新鸣意外地 吸得了通透世界的发动方法 这不仅仅是他的个人实力的提升 更是他在生死存亡的战斗中 突破自我极限的体现 通透世界让新鸣如虎添翼 通透世界的力量 不仅仅是让新鸣在战斗中占据优势 更是让他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 他能够更加专注于战斗本质 不受任何表面干扰 这种专注和冷静 使他在战斗中如有神助 攻防兼备 战无不胜 他仿佛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战斗维度 能够更加精准和高效地击败敌人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希望大家对被命与新鸣 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这位最强助 不仅有着无与伦比的力量和智慧 还有着不屈的精神和感人的故事 如果你喜欢这部影片 不要忘记订阅分享点赞 让演说法知道我是有在工作的 我是梦想家 我们下期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明镜 按摩